但番茄花园版操作系统在法律上却严重侵犯了微软公司的知识产权 并且将义趣、雅虎等插件捆绑在番茄花园版XP里 每年以此非法获利近10万元 近期国内的液化石油器的价格在大幅的波动 国家发改委价格司的主管副司长许坤林今天正面的回应了这个热点问题 并且还介绍了目前国家采取的相关措施 国家发改委监测显示 8月上旬以来液化石油价格确实出现了比较明显的上涨 每吨上涨了1000元左右 国家发改委价格司副司长许坤林介绍说 上涨的原因是前期进口效益比较低 导致进口减少了一半 另一方面主要是国家调控了成品油价格 地方热油厂加工成品油的效益下降 开工率也减少了三分之一 国内液化器的供应明显下降 为了稳定市场价格 国家发改委已经要求地方立即调研采取措施 同时还召集中石油中石化两大石油公司 要求两大公司开足马力生产增加供应 记者了解到两大公司的生产量逐月有所增加 那么近两天液化器的出厂价格已经明显回落 每吨回落在200到400元之间 现在很多人家中的电视机是越买越大了 不光光是要求屏幕大 而且还要求平板和高清 相关的数据就显示 我国今年上半年的大屏幕平板电视的零售量 已经超过了750万台 比去年同期增长了一半以上 大屏幕平板电视正在日益受到消费者的青睐 您现在想买一个多大点 我一般的想买也就是超不过50寸的 42到47的 就是挺大的55寸电视不到一万块钱 这价格还是挺好的 要受欢迎的这件事是大概是什么样的尺寸的 什么样价格 基本上应该是42的 42到47的 今年高端产品比去年提升了15%左右 这位负责人告诉记者 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和平板电视价格的逐步走低 现在越来越多的消费者看中大尺寸多功能的高端产品 其中高清也是必备条件之一 很多消费者都已经知道了 咱们国家从就是下个月就开始播放五个高清频道 现在买电视消费者都要选择这种全高清电视 销售人员告诉记者 目前市场上的液晶和等离子电视 基本都是高清电视 主要分为普通高清和全高清两种 全高清电视要比普通高清电视的分辨率更高 价格也要贵20%以上 您知道怎么选择高清电视 不了解 只能上网查一查 然后再听 就是来这边转一转 听大家怎么介绍 记者发现 不少消费者都以为分辨率更高的电视 收看效果就一定更好 所以才选择了价格较贵的全高清电视 然而专家介绍 由于电视台的播出信号将是普通